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该如何陪伴教育 这个习惯如果还万幸保持下去了 它以后就是一个 七岁的时候 你在陪伴写作业这件事情上 你就会谢谢 陪伴孩子有诀窍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大家好 我是琪琪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陪伴孩子的那些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演播室嘉宾的阵容非常强大 从我身边这位开始介绍吧 四岁孩子的母亲郑宁 欢迎你 我叫郑宁 这是我们今天家长代表 以及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的老朋友了 心理专家谢金老师 欢迎 以及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雷宁老师 欢迎 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 在今天开始我们节目之前 我想给大家先读一篇作文 说是作文 实际上更像一封他写给爸爸的信 爸爸 你再不陪我 我就长大了 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 爸爸有高高的个子 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笑的时候眼角布满皱纹 爸爸是一个工作狂 不是加班就是值班 不是值班就是开会 不是开会就是出差 爸爸很少有时间陪我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 打电话问他回家吗 他的回答还是 单位有事要加班 可是我已经有三天 没见过爸爸了 我哭着喊着对爸爸说 要见你一面都这么难吗 妈妈也哭了 爸爸也沉默了 爸爸 你再不陪我 我就长大了 读完之后 正您和我都是母亲 现今老师孩子大了 我们的孩子还都小 你应该很感同身受吧 我自己其实小时候 也是属于这种 很长时间才能见到父母 我听你聊天说过 所以我先问你的感受 因为正明是 较早一辟的留守儿童 对 我觉得 就是特别伤感和无奈 你那时候见爸妈 多久见一次 我大概平均两年见一次 两年才能见一次 对 两年 你爸妈是在哪工作的 他们是在洗澡工作 怪不得 我相信天底下的父母 我都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 但是有的时候 各种原因你陪伴不了 但是长大之后 我觉得同年的记忆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它就是苍白的 空白的 社会竞争以后越来越激烈 繁忙是一定的 但是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 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 哪怕是每周拿出固定的时间 要经常跟自己的孩子进行 各种各样的互动 比如说游戏 比如说亲亲抱抱 纸糕糕 所有这些东西 都一点一点积累 到最后就是亲密感 刚才郑宁也说了 它有一种苍白感 然后其实那种缺失 就是它缺乏安全感 还有缺乏归属感 自我价值感 凡是缺少父母陪伴的孩子 都会经常有的 但它在成人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际困惑 或者是亲密关系的困惑 好的 好的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算一组数字 因为这组数字 我刚看到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震惊和意外的 我现在以0到3岁 这个育儿区间为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育儿界都知道 0到3岁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育儿时期 我们现在家长 基本上都双职工 都非常忙碌 我们就以父母 晚上6点能回家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时间了 然后孩子睡觉都早 以孩子9点钟 晚上9点钟睡觉 以6点到9点 这三个小时陪伴为例 0到3岁这三年的时间 有一千多天 那如果一天 孩子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有三个小时的话 你们知道 加在一起是多少天吗 137天 我觉得我不愿意 再对他发火了 时间太少了 丁明老师呢 是这样啊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小宝宝 我们说三岁以前 这个孩子的安全感来源 不能受损 这里面是有原因的 我0到3岁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一两岁的时候 语言表达能力 和语言理解能力 并不那么 两岁的时候 我会说的话也不多 能听懂的也不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但起码我能够读懂 来自爸爸妈妈的 每一个手势 每一个拥抱 哪怕他们拿胡子 扎扎我 然后他们跟我在一起 游戏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啊等等 这些我都是懂的 那我0到3岁的时候 如果我能够感受到 我作为爸爸妈妈的中心 我被充分的关注 充分的爱 慢慢我就会有一个自信 这个自信是潜意识的自信 它不是一组文字 它是一个潜意识的感受 就是我很重要 我很可爱 他们爱我 这个时候 我就会有这种安全感来源了 如果在0到3岁 包括以后的 孩子未成年的岁月当中 如果我的这种感受 沉淀的不深刻 好 终于有一天 我二十几岁 我开始身边有 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 哥们弟兄 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感受 他真的是我的朋友吗 我没有那种自信 我很重要 他真的跟我这么够一气吗 然后再过了几年了 我二十五六了 我开始谈恋爱了 我开始谈恋爱了 他爱的是我的人 还是我的琴 各种各样的 但是这种不自信 哪来的呢 我0到3岁的时候 如果我经常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能够感受他 我很可爱 他们爱我 我很重要 您说的这一点 我想站在女性的角度 因为我特别认同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如果她在谈恋爱的年龄 如果她从小就缺少父母陪伴的 她非常不自信 她就觉得 我有这么好吗 我可以得到这样的爱吗 那你看谢老师 我们父母现在都是上班都很忙的 这客观条件 我们不能说苛求 父母都辞了工作在家陪孩子 那我们如何做到 父母用这个有限的时间 高效地陪伴孩子呢 就拿0到3岁为例吧 因为刚才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这一点 那0到3岁其实是安全感建立的时期 这段时间 比如从陪伴上来说 我们要父母要经常在 经常出现 比如说这时候 妈妈尽量不出差 其实不是尽量 就妈妈别出差 然后父母呢 别过二人世界了 说我们俩想去马尔代夫 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好的 他会有分离焦虑 然后在陪伴的质量上 你不刚才说高质量 高质量的陪伴 表现在父母身上 比如说第一是 及时迅速 就是那孩子在那哭呢 你不能不理他 你要及时迅速地 对他进行反应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要对他进行 一致性反应 比如说其实我高兴了 妈妈还说哭闹这事 其实我高兴了 我就回应 不高兴我就不回应 这样的孩子 就会缺乏稳定和安全 他没有规律可学 还有呢 就说比如多个养育人 很多人 但最好能对孩子的 同一行为 有一个一致性的反应 这些就是高质量的陪伴 爸爸在这期间做什么呢 爸爸呢 就给孩子肯定鼓励 抱抱 抱抱 这些对女孩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不要因为孩子小 你刚才说要肯定鼓励孩子 对 因为我们谈的是 零到三岁这个巨大 不要因为孩子小 咱们就觉得他不懂 对 我们就不肯定他 鼓励他 是因为孩子是能体会到的 当然 刚才谢老师说了 不要给他冷漠的回应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为什么有好多好多的 宝爸宝妈 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学的 说孩子哭 你不用管 对 孩子哭 在我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 我哭就是我表达 我有了需求 我有了情感需求 包括妈妈你为什么不抱我 对 我有了客观需求 妈妈我饿了 没有得到来自妈妈的抚慰啊 等等 冷漠了吧 冷漠了 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 也倾向什么呢 我有任何感情表达 我压制着 我自身的感情 我不知道怎么畅快地去表达 别人给我的感情反馈 我理解不了 我感触不到 0到3岁是孩子安全感建立的 关键时期 在此阶段 父母要多和孩子进行 亲亲抱抱 举高高等各种情感类互动 要尽量对孩子的虚实 迅速且一致地反应 如果父母则孩子0到3岁时 未能给予其充足且高质量的陪伴 可能会导致孩子在将来 对人际关系产生困惑 不易和他人建立起信任感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他成年之后的 很多表现性的东西 可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童年中是找到这个根源的 再往下一个阶段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0到3岁 我们作为家长该做什么了 那下一个阶段呢 林明老师有一个孩子 5到6岁的一个养育的关键点 是不是 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大概我们人类的宝宝 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 出现第一个荷尔蒙小高峰 就体内 我有一段时间 我因为生长发育的需要 我体内荷尔蒙很旺盛 4岁是第一个荷尔蒙小高峰 6岁是第一个荷尔蒙大高峰 4到6岁之间 5岁 我体内的荷尔蒙水平相对不高 这个时候被称为黄金和顺期 就所有人类的宝宝 可能往前半年 往后半年 它不是大家骑着走 但大概规律就是这个 那这个时候 4岁和6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宝宝 是非常好胜的 所以不推荐给4岁和6岁的孩子 玩那种竞争类游戏 对 咱们马上到了 你要注意 对 这4岁和6岁不建议玩竞争类游戏 中间5岁黄金和顺期 因为宝宝所有的孩子 在这个时候 倾向于对爸爸妈妈理解和服从 这个时候是帮助宝宝 建立好多学前好习惯的 最宝贵的一面 5岁的时候 5岁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 学前好习惯 5岁的时候 你可以给宝宝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好习惯 5岁的时候 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 就告诉宝宝 自己做了看绘本 以前都是亲子共读 从两三岁的时候 宝爸宝妈跟宝贝 5岁之后 让他习惯 每天晚饭以后 一段时间 您自己找了 那我们就放松了 我现在给他读的时间 我就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情了 一旦这个孩子 把这个习惯 在5岁那半年到一年 他真的变成一个习惯了 每天晚饭以后 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拿着绘本自己看 然后自己拿着涂鸦自己 但是涂 一旦他习惯了 在6岁荷尔蒙高峰的时候 这个习惯如果还万幸保持下去了 他以后就是一个 7岁的时候 你在陪爸写作业这件事情上 你就会谢谢 太好了 就是现在引导他 自己能做的事情 引导他让他自己做 就是如果说 好多家长想 他这个时候 不行 他也干不好 我来吧 这样的话就剥夺了 他成长的权利 在他学龄期的时候 我们父母要学会 适度的参与和适度的放权 要给他试错的机会 只有这个机会 才能让他慢慢地成长为他自己 好 刚才我们说的太好了 说的是小学这个阶段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应该到这个青少年期了 对 到青春期了 青春期呢 可能我们父母就需要协作了 因为这时候孩子他要争取独立性 他要是对父母的权威有一些质疑了 所以我们要在这制衡之间 父母要在家里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两个人要有分工协作了 就不能再一致地对他 打压他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在家里的 那就鸡飞口跳了 谁都愿意唱红脸 谁都不愿意唱白脸 都愿意当好人 是不是 您还有一个更有意义 没有 孩子青春期 孩子青春期 所有的爹妈都得头大 但是当你头大的时候 你要知道太好了 我的孩子好正常 他没有这个反抗期 对 你们家孩子要是 整个青春期让你过得特舒心 这事不太好 所以我们家长 就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脾气可能有的时候 变得比较急躁 或者是没有像以前 那么懂事那么听话 有些逆反 这是正常现象 我们要有个平常心对待 我就是想跟所有人分享 就是我们对孩子的陪伴 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能陪伴 就是这么 对 就是像刚才说的 就是这么十二三年 十二三年之后 他会有自己的朋友 会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再大一些 他出去工作了 尤其是如果是逢年过节 回来陪你吃顿饭 可能都难 非常难 基本上十岁之前 你跟孩子之间亲密感 建立得好不好 会决定在青春期之中 你们家孩子你说实际 做得很好 对 他能听个七八句 比别人家孩子多听几句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 一个反面的案例 陪伴的缺失 爱的缺失 会给孩子的成长 带来怎样负面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016年7月12日9点左右 福建省莆田市寒江区 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了一通男子的报警电话 我们接到110指令 报警说在我们辖区 发生了一起 这个门面迟到抢劫案 那但是我们也是比较重视 因为抢劫案毕竟是 重大的刑事案件 大便 几楼 五楼 啊 几楼 五楼 根据这个被害人的描述 就是嫌疑人逃跑的方向 那我们着重是对他隔壁的一栋 出租房进行排查 那在排查过程中 我们在出租房的三楼卫生间里面 发现了这个疑似 嫌疑人包裹这个头部的那些衣物 这名犯罪嫌疑人 当场承认了自己的抢劫行为 办案民警把犯罪嫌疑人 带回了寒江区边防派出所 当天就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 以及作案动机进行了审讯 最后 在民警的追问下 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年龄 他原名叫李小 此时未满18岁 此时未满18岁 你 Corpo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短片 谢老师 我没想到这个陪伴的缺失 爱的缺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里面小片中的那个妈妈说了一段话 是引起了我的共鸣 就很多家长他们都是起草贪黑的 就是为了挣钱 为了挣钱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让孩子改善现在现有的生活 能过上好日子 却不知道他们没有时间来陪孩子了 这样的话他们把孩子交给了爷爷奶奶 或者有的还有一些家长把孩子交给了保姆 但是孩子却出现了很多行为问题 就像这个片中的他走向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其实你想你挣了钱 但是违背了最初的初衷 您这个说得太好了 因为现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忙 经常是给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老人来照顾 老人陪伴 父母陪伴缺失的孩子 不光是学习 就是如果孩子不是自己从小带大的 是由老人带大的 亲密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你又没有会发现等他长大了之后 你说什么他都不听 对 是不是这样 谢宁老师 是的 如果真的就是父母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 那我们最好也有一个补救的方式 就是第一就是稳定的时间 比如现在有很多打工外出的人员 那他们呢 现在咱们的视频啊 通话啊 都比较方便了 他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每周六的晚上六点 在这个时间跟孩子通话 这会让孩子有什么感觉 他有期待 哦 这个时间 这个点儿 我爸爸妈妈就可能见到了 这个是一个稳定的连接 还有就像刚才 固定时间 固定时间 好 还有就是固定稳定的方式 刚才咱们也说了双职工父母都上班了 那这时候最好让孩子不动 就在这个家里 他比如说养育应该是 比如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轮班来 最好让他们变换场所 而孩子不动 但是我特别想强调一点 就是任何的照顾者 都不如父母自己亲自照顾 好 如果父母因为工作关系 长期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 可采用以下方式 帮孩子建立安全感 与维系亲子感情 一 尽量在每天或每周的固定的时间 与孩子进行联系 二 采用相对固定的联系方式 三 对于长期 由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等 多个养育人带大的孩子 应尽可能给予他稳定的生活环境 不要让孩子隔三差五地转换住所 最好能让孩子生活在自己家中 而多个养育人轮班来照顾孩子 比如说我从小 你看两年才能见我父母一次 但是我成年之后 比如说遇到忧愁 悲伤的事情 我都会沟通 你父亲没有在你身边 两年才能见你一次 你长大之后 你觉得你们的亲密关系 依然是很紧密的 那我就很好奇 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觉得 我父亲真的很尊重我 包括你看那么小 他们又不在我身边 孩子是需要大人有这种 真实的感受 传递出去我爱你 就比方说我六岁的时候 他会给我送鲜花 然后卡里的纸片 你六岁 他会给你这么小 你就会收到鲜花 对 我看这还有好多信 因为这个习惯 确实是我爸妈 共同都有的 因为我不在他们身边 那我觉得他们很好的一点 就是找到了他们有的方式 向我传递爱 告诉我们 告诉我 他们爱我 其实我爸 都是给我写的东西 这个时候是应该 大家还没有特别多的用电脑 然后这是说 宁宁你好 答应给你写信 已经很长时间了 今天总算可以用电脑 边写 边学边写了 你要知道 这封信对我来说 是倾注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才得以完成的 因为我才接触电脑 每打一个字 都付出很大的努力 但毕竟是入门了 而且还很有兴趣 并有一些成就感 希望你能充分理解和分享 那时候我是刚刚离开他们 到天津去读高中 这封信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最后跟我说 好了 信就写到这里 我打字实在是太费劲了 不过我还是打完了 一种成就感 有染而生 你可以分享我的快乐 父亲 2001年12月11日 这是从我上小学 一直初中高中 甚至我结婚 他还会给我 正儿八经地写一封信 你反反复复地去看 就成年之后 你再去看那封信 你还是觉得很有力量 对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而且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 就是比较内敛 比较害羞 有的时候一些 表达感情的话 当面 尤其是看着眼 有的时候不好 好意思说 写纸上面的 对 写信的时候 可能会能够 更淋漓尽致地 表达我们的感情 那如果说一个孩子 正是青春期 正是一个叛逆期的时候 面对面伤了点什么事 弄不好 就跟爹妈打起来 我觉得这个写信 虽然是个好办法 但我想说的就是 你不能说 以前就缺乏沟通 这一段时间 我就想靠写几红信的方法 我就做好沟通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这一定是要延续下来的 我以前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沟通交流 我们是有这样的基础的 这个时候信也是有效的 对不对 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 并不是说我爸 就以前就完全忽略我 然后就靠这封信来收买我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记得我 我那时候都挺大了 应该是高中毕业了 都很大了 然后我在家里做 放假在家里做那个手工 就是那种微型 那种情景的那种 有些素材你要加工 然后我在家里做 我爸就回来了 他就跟我一起做 我当时觉得挺吃惊的 他跟我一起做 我们俩就一起做 里边就有一个小围裙 是挂的那小的一架声 特别小 我已经缝好了 放在旁边的 然后我爸回来之后 就做完了之后就看了看 他就拿着它进卧室了 过了会儿就拿着出来了 然后那个围裙 可能就这么大 特别小 就是我们指头这么大 对 特别小 因为它是微景观里的 很小的一个挂的围裙 他给我运了 运了 斩斩的 然后他拿着就出来 然后帮我挂在那上面 我当时就那个心情 我到现在都能理解 就是当你被一种 爱所尊重的时候 然后我后来 我后来也会感觉 就是当你成年之后 你发现很多事情 你可做可不做的时候 你就去做 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你说太好了 就可做可不做的时候 做了比不做要好 你父亲在你那么小的时候 用行动教会了你 所以我相信你现在事业 一定做得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能感受到 你那么小的孩子被尊重 我觉得这是一种 被成全的爱 我觉得我父亲 现在都未必记得到 这件事情了 但是他对我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爸爸真的是一个 就是他就可能 没有学过心理学 但是他就自我这个觉知 能力这么强 能给孩子这样高质量的爱 有一点咱们提炼出来 给所有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 就给所有电视机前的父亲 随着孩子长大 父亲跟女儿共同做 比如说你们一起画过画 刚才是一起运那小裙子 做围景观 一起画过画 一起做过手工 父亲和儿子 你们一起钓过鱼 父亲和儿子 你们一起上旁边的果树林子里 掏过鸟蛋 这父亲和儿子 你们俩一起 男孩和女孩喜欢 东西不一样 你要说女孩也喜欢爬树 那你也可以去撑鸟蛋 对你女孩 这男孩你要喜欢天天画 采裙子 你也可以陪他画 男孩女孩喜欢的东西还是有区别的 明白 但是随着长大的时候 这个父亲跟这个孩子共同要做什么事 在什么事情当中是最能积累心思感情的 这些事情就是陪伴 而且这些事情的陪伴不是此时此地 不管这孩子多的岁数 这辈子想起来这个陪伴 所以我们就在说高质量的陪伴 我觉得这高质量的陪伴 谢谢老师真的不是靠时间的堆积 比如说有的就是家里面真是全职妈妈在家照顾孩子 说我在家陪孩子一整天 但这一整天很多时候可能你是在开手机的 你是在刷你的这个老保购物车的 那接下来呢 我想雷文老师帮我们念一封信 这也是一个小学生作文 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 请雷文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爸爸我想对你说 爸爸我一直想对你说和我玩一会儿 每当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 你就只会玩手机 每当我看到别人的爸爸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是多么的羡慕 我就只会看见你玩手机玩手机 你就只会玩手机 你就不想想你的儿子吗 记得有一次 别人的爸爸都带他们的孩子去玩 你就叫我看书写字 我都快成书呆子了 我真的非常生气 你已经快不是我爸了 你快是手机的爸爸了 爸爸我这时候想说 爸爸放下手机历程稍息 都快成手机的爸爸了 他爸爸叫他看书 也是想让他安静一会儿 我好看手机 看手机 是不是 对 有好多中国的老爸 现在都是手机的服务了 对 其实能说的东西还挺多 如果是认识小男孩的话 爸爸有一件事经常要和自己的 自己儿子做 干嘛呢 打闹 从这儿子四五岁就可以开始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可以教会一个小男孩 什么时候停下来 怎么着 他就不过分 分寸在哪儿就正合适 我就跟我爸亲了 我爸也没受伤 我也没受伤 从这种打闹的 健康的这种打闹游戏当中 慢慢慢慢这孩子长大了 这孩子周围的哥们 能更交心 能更铁 为什么 我们之间可以有对抗吗 可以有 可以闹着玩吗 可以闹 闹着玩之后 我们是不是兄弟啊 是兄弟啊 所以看到这儿 我们所有的父母 如果真的是喜欢低头看手机的 放下手机 多陪陪孩子 其实真的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与其三相而易的这种陪伴 还不如就像正经爸爸这样 虽然时间短 但他可以高质量地陪伴 如果真的我们有 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时候 那我们 我希望啊 大家是这样 就说妈妈现在有件 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 工作要处理 那等我处理完了 我还会接着陪伴呢 咱简单地说吧 要人在 心也在 你要不要分享一个你的案例 我觉得是跟我的孩子之间 基于信任的这种陪伴 有的时候往往会 给我了意想不到的一种 好的效果 有一天是 他特别喜欢吃一种糖 那个糖有这么长 如果不管它 它一次性吃完了 后来他还要买 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那你能做到 说一天只吃一块吗 我就买 他说可以 我们俩买完这个呢 他就吃完一块 后来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还想吃一块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是答应我 那一天只吃一块吗 但我说完这句话 我就后悔了 我在想 就我成长 我也不是刚生下来就学会了的 这不得给人留点时间吗 然后我就压抑住了 自己真实的感受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这样子吧 坦坦 就这个糖呢 是买给你的 它就是你的了 你想吃多少 你自己去决定 只不过你答应过妈妈 一天只吃一块 如果你今天做不到 你就明天试一下 或者说一天吃一块很难 你可以试着跟妈妈沟通 一天吃两块 我就给他了 他当时就是觉得 真的吗 就是惊喜 这么小的孩子 你把一包汤都给他了 对 我也要向你学习 我当时也觉得说 我可能会失败 但你做得很好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他给我惊喜了 你也可以试一试 但是呢 我觉得信任他 你并不是说 就完全放养了 我就信任他 是信任他的一种能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去看了很多 有关糖的资料 然后我就给大家出题 就是说糖对人 大概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 有多少种 然后之后 我会发现 他真的做到了 就无意识当中的抽查 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拿糖过来 给小朋友 我说你怎么不吃 他说妈妈 我今天已经吃了两块了 你会不会他不在的时候 你偷偷去数一下 你只要剩几块 我一定会 那个刚才其实 他说的第一个是尊重 他尊重他的独特性 然后以及激发了 他的创造性 包括帮他 帮助他完成了 自律的那一部分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那个 郑宁做得特别好的 我私下也跟他沟通了一下 就是他特别接受孩子 他觉得自己的孩子 并不完美 既有好的一面 优秀的一面 也有不足的一面 说起来挺容易的 其实在座家长 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第三个点 我觉得他的 做得最好的一点 就是我最推崇一点 就是耐受 还有很多孩子 就是在吃饭 刚联系吃饭那个 吃的哪儿哪儿都是 但家长好多 不行不行 不能让人吃了 你看这衣服都脏了 必须得去我喂吧 就把他那个权力剥夺了 其实那个是 他一个试错 在试怎么弄 最后你放心 他一定得搁在嘴里 所以说如果家长 能够耐受住孩子 他在不断地试错 不断地成为 他自己的那个过程 就是给了他 一个成长的机会 我觉得这一点 他做得非常棒 好的 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实际上我觉得 今天咱们两个 作为孩子家长 是来取经的 像两位嘉宾来取经的 我们育儿路上 那么多困惑 咱们俩问一问吧 我首先有个困惑 就是现在有一个提法 虽然有些偏激 丧偶是育儿 那我觉得这种现象 对这个孩子的成长 是非常不利的吧 谢老师 就是现在丧尸育儿 其实就是说 父亲缺位 那这样的情况呢 可能首先会对孩子的性格 有些影响 比如说 看爸爸老不在家 老是妈妈 那他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 说是不是因为我不好 就爸爸就不在家 或者因为爸爸不喜欢我 他就不在家呢 就这种内归因的方式 就会在他内小的心灵中 产生出来 等长大了以后 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中 他经常会内归因 是不是因为这个领导 觉得我哪做错了 今天他不高兴 是不是因为我 这个从性格产生上 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第二个呢 就是 大家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说 家里经常母亲出现 妈妈温柔的那面 他习得了 但是父亲杨刚的那面 他就习得的很少 就是孩子在五周岁以后 爸爸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都是五周岁以后呢 因为我们的孩子 六岁的时候 人生第一个荷尔蒙大高峰 这个孩子在六岁的时候 有一个发展任务 就是我必须摆脱对妈妈 在人格层面 百分之一百的依恋 你会 这个宝妈就会发现 我们家孩子 是不是诚心气我 是的 是的 为什么 我感受到 我自己的力量感 我妈妈拿我没办法 在这个阶段之后 丧偶失去 而他不成立呀 宝爸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就在这儿 六岁以后 你再想让你们家孩子 百分之百听他妈骂的 这件事情不可能了 宝妈说一百句话 比不上宝爸说一句话 我今天这个话 一定要原封不动地 传递给宝爸 你有没有困惑 赶紧分享分享 那个我就觉得说 比如说现在的好孩子 我们都讲语 爱的表达呀 这些温声细语啊 这种的 我就担心说 那等他有一天 走上社会了 走上工作岗位了 比如说他的领导 就是个暴脾气 他会不会受挫能力很差 所以啊 这个就还是 就回到刚才 丧老师育儿的过程当中了 跟孩子之间 那个严谨一概的 相对 相对质地有生的 相对简练的 直接的一种表达 这是需要的 这是需要的 这是必要的 所以说 刚才你也前头说了 鼓励式教育 切记一点 一定要适度 叫具体化 现在好多人都怎么说 我孙子是什么 全宇宙无敌 就这个 到最后给孩子说的 非但没有治疗性 反正孩子迷茫 那不我就是超人吗 还演什么超人电影 对 孩子就不信了 夸奖孩子时 要具体化 对于聪明漂亮 这类先天获得的特质 尽量少夸奖 而应多称赞孩子 通过努力 所能够取得的成果 例如 孩子一到数学题 不会解 他在换了个思路后 终于成功解答了出来 此时 家长不要一味地 称赞孩子聪明 真棒 而应该重点夸奖他 愿意主动开拓思路的 这一行为 好的 那我们一般教育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 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有 说教 但是我 我现在知道这样不好 那我怎么能在这个 理论和实操中统一呢 就是有些不叫说教 有些叫参考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爸爸这件事情怎么做呀 这件事情 两个方法做 这件事情 如果你按A这个方法做 后果有可能是什么 这件事情 如果你按B这个方法做 后果有可能是什么 你看着办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孩子有可能 那我按A这个方法做 他就做了 做完之后 哎呦 我爸说的真对 A这个方法做 后果就是这样 好 这是很小的时候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每次都是 这件事情 大概有A B两种方法 A这么做 后果大概率是这样 B这么做 后果大概率是这样 你自己看着办 然后这个孩子永远 我又尝试了B 哦 后果还真是这样 真跟我爸说的一样 等到这个孩子 有一天青春期了 他让我自己选 A还是B 第一 我不用再判你 对吧 解决了好多亲子关系问题 第二 我爸这么多年 说一百次 大概九十次都是对的 我自己选A还是B 我自己知道 对 我能听得进去爸爸的话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 但是很多家长 没有这样的积累 就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这件事你不许这么做 如果你这么做 会如何 会 我信你呢 好 雷老师刚才说的 这个试错 让我想到了 现在流行的一种挫折教育 现在大家都说 一定要提高孩子 忍受挫折的能力 因为现在很多新闻 动不动 老师这个论文没给过 跳龙了 或者是跟家长吵架了 从高价墙上跳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一定要给孩子一些挫折教育 但是究竟什么是挫折教育 我觉得是有误区的 或者说大家对他的理解 还不够正确 是的 现在很多人 就是好像我要打击这个孩子 这孩子有点什么高兴的 他立刻说 停 我这位你好 我得让你挫折挫折 给你设点小障碍 其实这不叫挫折教育 这叫打击型教育 真正的挫折教育是什么 是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家长要站在身边 帮助他 问他 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帮他激发他的潜能 最终让他能帮他 克服掉这个困难 在日后的时候 他还会遇到很多困难 他不会崩溃 他不会瞬间崩溃 他就会觉得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成功的经验 我一定可以超越过去 激发他的潜能 帮助他度过困难 对 这才是真正的挫折教育 说得太好了 感谢两位老师 正宁我觉得咱们两人 都学到了很多 解决了很多困惑 而且实用性特别强 咱们回家马上练起来 我记得一位女作家也写到 所谓父子母女一场 你和她的缘分 不过是今生今世 你在目送着她的背影 不断地远离 而她用背影告诉你 不必追 所以在孩子还需要我们爱 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 让我们给予他们 高质量的陪伴 好的 各位观众 这里是小区大师 我是琪琪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